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坚 很多人讲咳都会觉得 其实咳了这么久都好不了 咳到痰出来就算了 就不理他 就是很多人没有好好正视长期咳嗽问题 其实狗咳痰痰多可能是肢气管炎作怪 严重的可能会有病发症 例如肺部出现问题 那究竟肢气管炎是否就是肢气管发炎那么简单 又或者狗咳是不是一定是肢气管炎呢 不如请出我们今集的嘉宾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盧浩然医生 和我们探讨一下 在探讨肢气管炎之前 不如请教一下盧医生 盧医生 气管哪里开始 是为之叫肢气管 其实我们人体第一条的气管 就是我们的喉咙定这条 之后就会分支作左右 那里开始就叫肢气管 然后一代一代分之内 其实我们有23代气管 这么多的? 是的 不过头六代我们都叫肢气管 再小就会变成小肢气管 所以就第七代开始就叫小肢气管 但是譬如小肢气管 都算不算是肢气管炎的范畴? 不算的 小肢气管炎是另一个病 不过肢气管炎是比较普遍的 就是我们一般的人经常咳嗽、发烧 很多其实都是肢气管炎的 看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也有个疑问 我们吸一口空气进去 你要经过那个大的气管 才去到肢气管 但是肢气管发炎之前 其实为什么气管又没有问题呢? 你说得对 其实整个呼吸系统的发炎是一齐的 齐上齐下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当你有气管炎的时候 喉咙有发炎、鼻有发炎 很多时候都在一起 尤其是急性的肢气管炎 有九成多都是病毒感染 病毒没有那么乖 通常一牵连 你会有流鼻涕、喉咙通 所以其实只不过 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会有痰 会有气管的一些声音 所以我们就锁定 那个发炎的主体在气管上 所以就叫做肢气管炎 另外一个我们分类上 对最遥远的肺气泡的发炎 就是肺炎 因为那个危险性就差很远 所以我们在医学上 就要很严格地区分 它是一些大气管牵涉为主的感染 还是去到肺部 已经去到肺炎那种情况 来分开那两群病人 很简单 我们使用那个名字 就可以知道了肢气管炎 就是肢气管发炎 是吗? 对,没错 但不排除你有鼻炎和喉咙炎 只不过肢气管炎 是它主体的病人 去到肢气管就为止了 没有肺炎的症座 那就为止肢气管炎 其实范围也挺大 是 好像一个统清 也挺大 但在整个肺中 其实它只是佔头六、七代气管 所以其实是集中在中间的位置 对医生来说 通常病人不会太辛苦 通常会咳嗽 有时会有点烧 有时会有点痰 但一般不会像肺炎 直接呼吸困难 亦在听诊的时候 它只会有喘鸣声 但不会有肺炎特有的病症 肺炎特有的病症 肺炎特有的病症是怎样的呢 因为有时都很难区分 大家作为一个病人 我慢慢咳嗽 咳嗽到有痰 就会很统称就是肺炎有事 但中间的分是怎样的 其实有很多方法分 但如果在身体检查的角度 如果只是气管炎 肺的症状不是很多 只不过有时有些痰在气管上 呼吸的时候会有点嘻嘻声 又或者会有些很间歇的痰声 譬如咳嗽就没有了 那些就多数在气管上 但当痰积聚在肺气泡的时候 整个肺就会可以整个肺液 好像被水泥浸住了 所以医生听的时候 就会有些很固定的挪音 即会摸摸摸摸的声音 而且在敲诊时会有10个的声音 例如我们敲疼很经常 应该会大声的 如果是肺炎的那个 便会很火焦 这个真的要靠你们去听 才我们听不到自己的肺 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其实现在更加常见 如果有医生怀疑 通常会安排照X光 那就多数会很清楚 看到是肺炎 还是一些汽管痰的影像 那是子气管炎 會否有分不同的期數 或是前期、中期或是後期 即是後期可能差不多好的時間 我會咳嗽 最初肢氣管炎時 我會很難才會咳嗽出來 你很聰明 其實在一個急性氣管炎中 病人從有病到發展到康復 那個感覺可以不同 不過一般都是離不開發燒、咳嗽 還有時會有些痰 在不同的階段有些不同 但一般的急性氣管炎 通常三個星期內 大部份的症狀會緩和 所以如果長過這個時間 你要小心 怕你未必是急性氣管炎 即不是急性,可能是慢性 是,不過它們中間有一個 很大的定義上分岔 例如急性是短 例如一、兩個星期的咳嗽發燒 我們就知道是急性疾患炎 這些多數是感染 特別是病毒感染引起的 但是慢性疾患炎 牽涉到一個流行病學的定義 就是若果你在兩年裡 連續三個月有咳嗽 連續兩年都是這樣 你就符合慢性疾患炎的定義 它裡面反而感染是極少數的 通常它是代表一些長期的氣管疾病 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譬如有敲喘、慢阻肺病 有疾患擴張 所以這只是一個 像一把傘一樣包著的很多病 它裡面還有很多細分 會否是不同種類的咳嗽 才能納入慢性疾患炎的定義 對於咳嗽,它沒有那麼多要求 因為這個字原本會有在流行病的統計上使用 譬如我們給問卷 整個社區問一下有多少人存在這種問題 所以那個定義是力求簡單的 所以你只要有咳嗽 大概三個月都有咳嗽 而你去年也是這樣,今年也是這樣 你就符合慢性疾患炎這個定義 我們經常會想 香港的空氣一般,又或者天氣轉變 會令到我們都會騎兩聲 那會否都是這些外在的因素 還是內在我,可能其他疾病 導致我會有慢性疾患炎 其實慢性疾患炎裡面 有一大部分人是慢阻肺病的患者 那群人主要就是 第一就是吸煙 九成人是因為自己吸煙 或者隔壁的吸煙 引起的 二手煙 亦有少部份是因為遺傳因素 再加上空氣污染 或者你小時候曾經有肺受損 加上,通常去到四十歲以上 你就會發病 那裡就是第一個大組別 另外一個慢性疾患炎的主要成員 就是哮喘 哮喘很多時就是敏感偏向的病 多於一半的哮喘病 是有過敏症的 比如鼻敏感 他就會受到空氣環境的致敏痕 或者空氣污染的狀況 影響得很重要 亦有部份哮喘的人 有家族史 所以可能有些哮喘的人 就是爸爸媽媽有哮喘 兄弟姐妹有哮喘 至於肢管擴張 又完全是另一邊的病 他就受一些 以往的肺部受損影響 最常見是曾經在小時候有肺炎 傷害了一些器管 要連續三個月的咳嗽 其實可以說很容易中 亦都可以說很難才能中 其實咳是二十四小時的裏面 就這樣有一點痕 這樣也算算了 是啊 所以如果咳嗽經常發生 很容易被人忽略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 很簡單的問卷調查 問了一千個普通市民 就發現原來其中 有三、四成都有咳嗽症狀 甚至他們其實每六個有一個 就已經有慢性遮管炎的症狀 但他們很多都不看醫生 根據統計有多過一半 他們不是選去看醫生 有些人覺得我這個年紀 咳嗽很正常 有些人覺得我吃煙 所以咳嗽很正常 所以求醫或找出答案的比例是很少 很多人都合理化了咳嗽症狀 還有盧醫生剛才也說 普遍是到四十歲左右就開始發病 其實比我想像中都年輕 因為你說在那把傘下面的分枝 大部分都是慢阻肺病 慢阻肺病是很資深的閻嗚症狀 可能是真的去到老年人 變成這個慢性遮管炎 似乎不是老人家的專利 老人家是他的主要成員 但其實很多年輕一點的 青年到中年到壯年 其實都是有風險的 所以我見過很多病人 他四十多歲時開始咳嗽 但他以為咳嗽是無傷大雅 他未必會找醫生看 但可能他到六、七十歲 肺已經很差 他才去看醫生 錯失了整個治療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慢性遮管炎 最好的地方 就是提醒我們 其實咳嗽是不正常的 如果你連續兩年都不停咳嗽 其實應該早點做檢查 還要不是怎麼治慢性遮管炎 還要是找出你背後 究竟其實你是甚麼 然後就對症下藥 沒錯 咳嗽是絕對不能掉以輕心的 如果真的有一些 慢性遮管炎的先兆 可以怎樣去確診 亦可以怎樣去治療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請教一下盧醫生 稍後見 就要分開急性和慢性了 急性的遮管炎 因為大部分是由病毒引起的 所以它跟一般傷風感冒一樣 都是會傳染人的 但是慢性的遮管炎 由於裡面多數都是 一些長期的氣管敏感 或者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所以大部分絕對沒有野人的風險 所以可以一起生活 一起吃飯都沒有問題 繼續Feed開有條路 廣告之前就說 不要輕視這個咳嗽 因為可能是慢性肢管炎的先兆 亦都可能會引發其他病發症 不過盧醫生 我在想在肺炎疫情期間 大家的警覺性是否都提高了 掌兩聲都可能去看醫生 絕對是,在現在的新冠肺炎疫情下 大家對咳嗽的警覺性提高了很多 可能我相信是因為以前 你輕輕咳嗽兩聲 你感覺不到壓力,沒甚麼威脅 現在你可能在地鐵上咳嗽 你就立即有位錯了 人們已經立即飆走了 對,所以求醫的動力大了很多 所以我們見多了很多 咳嗽幾聲已經擔心自己有肺炎 有新冠病毒的過案來找我們 咳嗽兩聲可能是很輕微的 但最好也求醫 在不同的階段 你們的醫治手段又是怎樣的 咳嗽是否應該求醫 好看兩個最主要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伴隨的症狀是否厲害 例如發燒或有胸痛 或呼吸有困難 或是你咳一口血出來 那些一定要求醫 那些是一定應該求醫的 不應該等一個時間才來 但如果你說我好像整體的人沒甚麼 只是有些輕微咳嗽 那究竟多久應該求醫呢 我們一般建議 如果你持續咳嗽兩三天都沒甚麼好 或者惡化 就應該去看醫生了 又或者如果你咳嗽的時間 是長於兩三個星期 其實通常適合做一些肺部的造影 即X光檢查 去確保你的肺部 不要有些大問題 如果是急性的肢氣管炎 和慢性的肢氣管炎 在治療方面是否有不同的方法 非常不同 其實急性肢氣管炎 原則上只需要聽診 做身體檢查 已經可以確診 由於它們全部都是由病毒感染居多 所以連抗生素也不用下 要注重一些個人衛生 即是要戴口罩 咳嗽的時候要掩嘴 給一些舒緩性的藥物 一些止咳嗽 化痰那些藥物 適當時就給予一些建議 例如叫它多喝點水 叫它可以用喉糖 去舒緩一些不舒服 這樣就可以了 但相反如果是慢性的肢氣管炎 最重要是背後的成因要搞清楚 即是究竟它是慢了肺 還是哮喘 那些通常是一個比較長遠的治療 要對症下藥 是 急性病毒感染 如果用了抗生素 因為抗生素主要是對抗細菌 如果用了抗生素的話 會不會有些反效果 對病本身就沒甚麼 當然你吃抗生素要承受它的副作用 譬如有些人會腸胃不息 吃了好像很散 除了這樣 其實對當時的病情影響是不大 不過對社區就不好 因為如果我們太輕率用抗生素 可能我們很快 我們住在香港的菌 就越來越具備抗藥性 可能10年後20年後 我們就沒有藥用了 所以在個人層面 抗生素的損失不大 但如果在社區層面 濫用抗生素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在香港來說 我們有慢性肢氣管炎 譬如有些抗生素 你真的去吃的時候 去到外國 譬如去英國才算 會不會抗藥性都是一樣的 還是我跟去外國 外國的抗藥性較低 我就慢慢都會跟在那裡 那個情況 我明白 其實我們身邊帶著的菌 通常是會跟著你的 所以如果你來自香港 你就會有像香港的病人 那樣的分佈細菌 在你口腔、鼻腔裡面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遊客 去了英國 英國的醫生 更加應該參考香港細菌的品種 來對你下抗生素 但如果你不是遊客 移民或者長期居留、公幹 到你住了半年、一年之後 其實你會受環境的因素影響 譬如你吃的食物 你接觸的水喉水等生活的接觸 會慢慢改變你在身體住的菌的品種 居住久了 你其實就會慢慢接近 英國本土的居民的模式 所以那個地域因素 是隨時間會越來越重要 盧醫生 這個病菌的抗藥性 就會是分地區 如果我本身人體的抗體 那又會否因為我害了不同的地方 生活長時間久了又會有影響 那是不會的 譬如我們現在很多時都說防疫針 譬如你打了一些肺炎鏈球菌的防疫針 基本上那些抗體是跟著你的 而且很多時那些抗疫針 如果是一些會影響到 長期的記憶細胞那些 那更加是跟一輩子的 所以抗體是不會因為你移居 來改變了 大人和小孩 雖然這個萬聖滋液管炎 可能是長者或成年人居多 但小朋友都有機會幻想 所以大人和小孩的 醫治方法有否不同 其實相當不同 主要是因為 譬如萬聖滋液管炎 在成年人或老年人身上 最常見是慢了肺病 慢了肺病是一個不能逆轉的病 所以他們很多時要處理 他氣管帶來的問題 譬如氣管收縮 譬如不夠氣 或是經常發作令他要入醫院 所以藥物的治療 主要是用來針對氣管 但相反 小朋友的慢性遮滋液管病 很多時是在敏感症那邊 譬如烤喘 或是他本身的氣度 有遮滋擴張 譬如烤喘那班小朋友 主要是要針對致敏原 譬如要在環境內避開致敏原 要用適當的藥物保護氣管 令他不容易被過敏引起發作 所以治療方針很不同 治療方面 慢性的肢氣管炎 是否有一個黃金的治療期 其實應該這樣說 是要看你背後的病是甚麼 不過無論是烤喘也好 或者是慢了肺病也好 最重要是病在淺的時候 或者是病向前中醫 早點去下一個對應的藥物 這樣就會好一點 但沒有說 我是一年內要醫治 一個月要醫治 沒有這個時間 不過越早醫越好 是 及早治療就最棒了 是 譬如甚麼時間都好 有沒有機會斷尾 有些人會說 很難斷尾 即一吸就手尾長 其實大部分氣管的病 其實都沒有辦法徹底斷了 譬如慢了肺 基本上是一有了 便跟著你一輩子的病 雖然是這樣說 但有些情況 譬如是烤喘為主的病 烤喘可以透過控制病 疫病程會慢慢減少 令到用藥次數可以越來越少 甚至如果控制病 譬如三個月、六個月後 他有機會把治療變成間歇性 或有需要時才用 雖然不可以叫徹底斷尾 但起碼病人就變得不用 好像每天都要用藥 是 會否去到階段 那一支藥都不用用 放在家裡看門口 有機會 在最輕微的烤喘 它沒有肺功能障礙 又沒有試過嚴重發作 有些人只需要 有一支備用藥物去幫助它 很多時你除了用藥之外 我們都會在食療 或者看看吃甚麼可以保養 當然不想咳嗽 有些人會說 不如煲一下蘋果水、雪梨水 潤肺湯 現在有很多的 是 那些又行不行 可否保持肺或氣管 保持得好看 食療方面比較令人失望 有很多坊間有說 譬如海底爺 譬如鱷魚肉 這些其實在很多年來都有說過 不過做過一些雙盲對照實驗 用鱷魚肉和豬肉 去給兩班有萬聖節管炎的人吃 不告訴它是甚麼 對,不告訴它是甚麼 你不知道是吃豬肉或鱷魚肉 過了一年左右 比較一下它們有否分別 是一點分別都沒有 所以我們相信 食療暫時的作用很輕 不過有一件事真的要割 就是吃煙 就是吃煙 因為所有的氣管病 在食煙的影響下 惡化速度會加速 尤其是慢了肺 它的突發風險、肺功能損失 全部都跟食煙息息相關 另外一個重要的就是 所有氣管病的人 對一些外界的環境因素 相當敏感 譬如一些叫空氣污染健康指數 我們聽天氣報告 比較忽略的數字 沒錯 那其實很影響氣道的發作 所以如果是長者 或者是一些有氣管病的人 就要留意這個天氣報告 如果指數一飆高 就要減少外出 以及避免去一些人多擠迫的地方 是會有效減少它發作的機會 是的 有時候指數很高的時候 政府有些相應的呼籲 減少室外的運動 在室內的空氣比較清新的地方 就會比較安全 沒錯 好 今天謝謝盧醫生 謝謝 我們下一集的FIT開一條路再見 拜拜 拜拜 接下來這一集 我會教大家一個動作 叫做A型掌上壓 首先我們做一個正常掌上壓動作 接著收緊腹部和屁股 肩膀鎖緊 然後將屁股升到最高點 形成A字形 接著曲手 吸氣落 呼氣上 繼續重複 接著我們下去的時候 小心頭部撞到地下 我們做一個正常掌上壓動作 我們做一個正常掌上壓動作 我們會做六至八下 重複三組就可以了 我們做一個正常掌上壓動作 我們做一個正常掌上壓動作 我們做一個正常掌控的 希望你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